张华县政府于教师节前夕举办 102年度庆祝教师节表扬资深 暨特殊优良教师大会 以加冕教师的辛劳 18日上午在国立西湖高级中学举行 总计受奖教师共有409名 其中包含服务满20年、30年及40年的 资深优良教师344名 特殊优良教师60名 优良特殊教育人员2名 及教育奉献奖得主3名 教师节的前夕 也是中秋节的前夕 我们大家共聚一堂 来表达 对所有老师诚挚的感恩之意 并献上由衷的祝福 我们今天表达了资深教师、优良教师 这代表了我们张华县 我们今天在长期以来 有一群热心教育工作 将一生中最珍贵的青春、棉花、黄金、岁月 奉献给的教育 奉献给一生的事业 我们可以更奉献给所有我们张华县的幼养 我们可以所有的 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老师们 加加感恩 感谢大家 特殊优良教师乃树立良师的典范 二水国中杨传锋老师秉持着 营造快乐的氛围 帮学生找到方向的教育理念 不论在教学或者行政界有杰出表现 深受家长、学生及同事的肯定 更荣获本年度教育部师夺奖的至高殊荣 就是要以爱心来对待学生 当然我们也是能够尽量的教他各种方面的姿势 当然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让学生觉得能够快乐的学习 还能够健康的成长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项 那品德的培养也是其中的重要的一项 会中除了表扬无私奉献、客进职守的教师们 特邀请县内特色艺文团体单纲演出 将结合视觉、肢体、音乐与艺术等多项元素 以典雅意境的柔美旋律 带给与会嘉宾一场赏心悦目的艺术饗宴 以表达最诚实的感谢 公益频道林俊明、西湖采访报道